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趁今天这个时间 做一个清明节的开始 一年一度的清明马上就要到了 这个为什么要过清明节 这个怎样过清明节 所以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时间段 跟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 这个在古代无论东方西方 所有的文化它只围绕着一个事情 那就是什么 就是生命实相 那么外宇宙也存在着实相 这个生命实相 生命怎样能够真正的解脱 真正的利用一生的时间 完成生命的终极目的 所以是在古代 无论东方西方的圣者 他们都在为这个目标 在搞科学研究 最后最后形成了大量的人文科学的知识 文明成果 留到今天 那么首先他们的学生命实相 那么首先他们认知 我们人生活在是一个宇宙空间中 人是一个小宇宙 那么因为小 所以必须follow恒顺身外这个大宇宙 叫恒顺众生 而不能够我慢 我大 自以为是 那么在他们深入的体道于身 体道于心的实践中 他们发现 人这个生命体 实际上是天地的禅物 这个在古代叫天气下降 地气生生 万物生年 那么没有这个迷信的色彩在起用 对生命的诞生 生命的终结 他们是从科学的角度 得到了这个科学的认知 对中国的二十四个节气 的诞生 正是这样 阳光天文 复杀地理 中通人世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他们把这个经验和规律 总结出来 那么比方说我们清明节 这个节令 那么它是根据天上的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它有个斗饼 有个勺子口 那这个斗饼 它指向 这个甲乙丙丁的 以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就进入了清明时灵 清明节灵 那么这个 在今年 就是四月 这个四日 这一天 那么有的这个年份 是四月五日这一天 那么所以是它是根据天文和地理的相应 来规定这个节日的 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由他来决定什么时间是什么节日 那么 那么 大家知道在北方 冬季 这个天气 跟地气不接 这个所以是导致草木枯黄 到清明时节 刚好 这个宇宙的 来自地球外的 外太空的 这个星体的能量 这个天气下降 下到地表 那么 那么大地内存的能量 从地心 从冬至日 一节一节地往上升 到清明节令的时候呢 刚好是地的 隐藏的能量 也上到地表 这个地的能量成为地气 这个天的能量 这个成为天光 或者天德 或者叫天气 所以天气下降 地气生生 那么 刚好 一个阴 一个阳 大家知道 今天一个 阴电子和阳电子 碰上一块 它会产生电火花 那么天地 刚好是自然的 天属阳 地属阴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所以是 那在清明节令 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空点 天的 里面的阳 里面的阴 到地边 地里的阴 阴中的阳 到地边 所以是阴阳碰撞 会生成光 那么这个 这个光 被这个植物 被生命体 所吸收 就变成了生命光 所以这种生命光 被小草 首先吸收 所以是在 温带这个地方 这个四季变化 很明显 那么到清明 节令的时候 这个地上的青草 绿草 就开始返青 因为它得到了 生命光 然后它就光鲜了 所以是 那么在清明 这个时节 又叫 踏清节 就是因为 闷了一个冬天了 所以是 大家呢 从宅子里面走出来 家中走出来 到野外去 在草地上 看到这个 清清的绿草 绿油油的 然后 去 舒展自己的 这个 心情 那么这个叫 踏清节 那么清明 为什么它 在这个节令 古代人给它 起了个名 清明节 那清是什么 清对应的是 灼 明对的是暗 那么在整个 冬季 这个地气 回归天心 这个天气 下降到地心 阴阳风格 所以是 整个 这个 地球 这个时空上的 这个能量 它处于一种 昏暗 就暗毁的 这一种状态 暗是不明 是比较 浊 这样的一个 时空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主收敛 主这个 收藏 特别在 温带以北的地方 大家基本上是 早出 这个早上 晚出 晚上要早归 来夺避 天地这个 毁暗 浑浊之气 对人体的伤害 那基本上是 大部分时间 二十四个小时 那么其中有 十几个小时 那么至少 你要待在 住宅中 到了春天以后 不一样了 这个天清地明 所以是 这个天地交光 在这个室外 那么 这个明光 和清爽的 这个空气 开始产生 所以这个时候 有利于人 这个 出到这个户外去活动 那么来接受 天光和地能 对人体的 能量的补充 所以清明 清且明 清 是使自己的 这个浑浊 经过一动 沉淀的 在体内的浊气 要把它变成 清气 所以通过 踏清 户外运动 那么 把它释放出来 那么 这个物质 它有场性 所以浑浊的物质 一旦离开体内以后 你体内 这个昏暗 就变得 这个明亮了 所以是 这个呢 是清明节 对人体 的一个 它从这个 文化上来命名 是清明 和我们人体内在的 能量的 这个变化有关系 和天地 间的 这个能量变化 有关系 这个是 我在相关场合 提到了 这个 中国古文化 根部文化的 科学属性 它不带有人的 主观 属性 不像 今天的人类文化 变成了 人为的东西 人类主观 自以为是的东西 失去了文化的 科学性 古文化 古传统文化 通通是对 宇宙实相 生命 内在实相的 一个 客观的描述 孔子所说的 数而不作 所以我们应该 从科学性 这个真实性 去看待古文化 同时也辨知 今天的人类文化的 我慢性 人类的自我意识性 自以为是的性 背离的真相 背离了科学属性 都是人类的 主观意识的 胡思乱想的 蔓延和彰显 大我慢的彰显 所以我们为什么 提倡 大家回归 根部文化 组根文化 老实巴交地 做个人 人在天际间 是一个很渺小的 生命体 所以我们只有 恒顺的份 而没有张牙舞爪的份 所以这是值得 我们在清明前 这个反思的一件事情 明是聪明 明白 清是清凉 清净 只有清凉了 你的脑袋不浑了 你这个才能够明明白白 所以清明节 也是我们 这个狗日心 日日心 更新换代 自己过去一年的 知识的时候 所以是 使自己的大脑 神清气爽 然后使自己的知识 上一个台阶 智慧开启 变成一个聪明人 变成一个明白人 这样的一个节令 那么清明又叫鬼节 中国有三大鬼节 一个就是清明 一个是七月十五 还有一个下缘节 十月十五 这是三大鬼节 那么提到鬼 这就难免接触到一个话题 这个时空中 我们生活的空间中 是否真正存在鬼神 因为这个近几百年来 西方的文化 开始对东方根文化进行冲击 我们提到鬼神的时候 大家都以封建民信 这个词汇来对它进行衰逝 实际上真正迷信的是什么人呢 我们如果从科学家 对今天时空的描述 我们会发现 我们被欺骗了近一百年 那么科学家怎么描述 我们生存的空间呢 他说我们生存的空间 有百分之四的是物质时间 那么可以被仪器显现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百分之九十六的时间空间 里面存在着真实的存在物 里面充满着暗物质 暗能量 由暗物质暗能量组合的暗空间 那么这个部分 占了我们百分之九十六的空间 也就是说 我们生活的时间和空间 同步地存在着 一种是仪器可测的物质世界 还有一个仪器不可测的暗物质世界 那么暗物质世界 居然占了百分之九十六的 这样的比例 那科学家也同时提醒我们 我们的人体 在我们说话的当下 有成吨的 甚至是量数更多的暗物质 穿越我们的人体 穿越这个房间 穿越这个大楼 因为不可测 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测量 这一秒钟穿过了多少 有多少暗物质 有多少暗物质 暗能量 这个作用我们人体 更不要说我们去使用这个暗物质 使用这个暗能量 那么在今天的台湾 还有这样的状况 有的人突然走在马路上 感觉被个影子撞了 然后自己马上就不舒服了 那这个呢 他们叫卡阴 什么叫卡阴 然后魂不附体 他就需要找功夫师 去帮他清理这个阴 把这个卡住的阴 从体内请出去 然后呢 他就可以恢复一个正常人 所以暗物质也有生命体 这些生命体 它也跟我们同步生活在这个时空中 只不过因为仪器不可测 因为我们的人的眼睛不可看 耳朵不可听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和它沟通 但是偶尔不小心 跟你的这个身体相应了 卡住了 卡在里面了 结果就相应了 就发挥作用了 所以这个呢 也证明 在这个生活的时空中 有一种生命体 是我们的肉眼不可见 一切不可测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古代所说的鬼神世界 那么今天的96%的 客观存在的暗物质暗能量 组合的暗空间 是否可以等同于鬼神空间 鬼神世界 这个我们还在继续地研讨 继续地进行科学实验 但是如果想借助4%的科学 这些实验工具 这些物质工具 去研究96%的暗物质 暗能量 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的客观存在 这就是用错了方法 那么在我们人类历史上 是否有一群人 不使用 不借助这些物质界的 这些工具 而使用了另外的方法 对这96%的鬼神世界 进行研究呢 答案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回到祖根文化 无论在东方西方 都提到了灵魂世界 那么这个灵魂世界 是今天科学家 完全不能进入的一个世界 巧的是 无论东方西方 他们的学说 被传承几千年的圣贤 圣人 他们的学说 不仅包裹了 4%的物质世界里的描述 更多的是 对于96%的 暗物质世界里的 鬼神世界里面的描述 灵魂世界的描述 并且他们都称为圣人 他们的学说 到今天 有七千年的 复习式的文化 有七千年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 在皇帝 阎皇子孙的皇帝这个时期 离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 到这个孔子时代 老子时代 释迦牟尼时代 离我们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 耶稣的时代 离我们有两千年的历史 这个伊斯兰的圣人描述的世界 它的经典离我们也有将近两千年 这样的一个历史 他们为什么 他们的学说能够传承之间 被七十多亿人 其中的六十多亿人去信仰 去追求 去信奉 这中间如果没有科学道理 那么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 有六十亿人都是傻瓜 都是在搞迷信 可这是我们 在传承中华文化的时候 所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事实 我们是否要放弃有神论 和无神论的一个争论 而真正的 用一些特殊的 可操控的技术方法 对鬼神世界 进行一个全身心的研究 全心的一套 新的科研方法的诞生 使用这些科学方法 来对我们存在的 百分之九十六的 这样一个不可描述的世界 进行科学实验 所以这是借着清明前 给在座的各位 提出的一个反思话题 我们是不是自以为是的 以为我们相信的 无神论 没有鬼神 就是一种正确的信仰 实际上这个信仰 这个坚信 是你这一生学习来的 不是你自己 通过自己的身和心和灵 去做实验 得出的实验结果 所以是古代使用了体道于身 体道于心 这样一种特殊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 一些大量的研究技术方法和操控的实验技术方法 早都对我们生活的全世界 全世界是4%的世界和96%的世界进行了准确的描绘 精确的研究 研究实验成果 有大量的实验成果 通过这些圣贤的口述 通过他们的经典 传输至今 但是我们以为今天的科学发达了 这些古人的 他们是低级的人 他们是没有科学工具的人 你现在的科学工具发达 只能研究4% 古代科学知识不发达 科学工具不发达 人家可以研究96% 谁丢失了一个重中之重 一个宇宙生命的实相 我们从这个比例数可以看出来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体道于身 体道于心 是一个高级的实验工程学的技术方法 它也通过身和心的感应 对这个宇宙的感应 对这个宇宙的显现 进行了细致准确的描述 这是我们古人 在五千年前到今天 一致认定 我们人死为鬼 一个人通过修炼 可以修除自己的金刚 不坏身 那么从自己的躯壳脱离的时候 有两种结果 不修不练的人 只能为纯阴 为纯阴体 从这个阴阳 一半阴一半阳的 这个肉体中出来的时候 变成纯阴为鬼的鬼身 而以鬼身的形式 生存在这个时空中 以鬼身的形式 再次地进入一个 十殿阎王的这么一个程序 去进行生死轮回 生死轮回有六个空间 有天道众生 阿修罗道众生 人道众生 畜生道众生 恶鬼道众生 地狱道众生 那这是人死为鬼 会接受一个特殊的 一个审判 然后最后决定 你的下一世 在生命延续 去到哪个时空中去延续 那么古代对这个的研究 也发现了 如果通过一些特殊的 技术方法的修炼 人死的时候 从躯壳中出来的 是一个透明的 金刚不坏的身体 那这个金刚不坏的身体呢 它因为纯阳性 所以是它不带有一点的阴 所以它不再进去轮回空间 轮回的这个体系中轮回 而超出六道轮回 那么成为不死的金刚身 那么在传统 佛家提出了法暴化三身成就 那么也是在自己的肉体中 成就一个金刚不坏的暴身 用这个人体做了个模具 在里面充满了无量光 用这个无量光翻出来一个金刚身 无量光身 那么它就在静色解天 盛居土中可以获得永生 那这是古代科学实验 圣贤们公布出来的生命终极的目的 也就是一个人为什么要活着 实际上你要通过活着的时候 把自己的人体变成一个道体 老子说道法自然 你要二十四小时的燃烧自己这个肉体 在小腹腔里面要充满火 叫炉中不断千点火 在胸腔要充满五方灯 五彩光灯 五方佛灯 五地光色灯 这个红黄黑绿白 有五种染色 在胸腔亮堂堂的这样的燃烧自己的胸腔 照亮自己的胸腔 点亮心灯 照亮自己的胸腔 然后同时心境长玄西天月 那么在自己的下腹腔 胸腔都得以燃烧成功之后 大明的光在自己的颅脑腔 形成如同十五的月亮一样 那么圆明 那这样燃烧自己成功以后 头顶百慧打开一扇门 最后自己的下腹腔的倒铁 胸腔的倒铁 颅脑腔的倒铁 结成了一个保护类一样的 一个生命铁 从头顶出去 这就成就了金刚身 所以道法自然 人体怎么成为一个道体 要通过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燃烧自己 照亮内宇宙的众生 外宇宙的众生 这样就恒定的燃烧自己 因为要你千年火不断 万年灯不灭 心境长玄西天月 自己的宝月轮永远的明亮 永远的聪明 永远的清明 那这个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道体 此道体与虚空道合一 获得永恒不坏 那这是生命的实相的究竟 在完成这个生命实相的究竟的过程中 圣贤们对于未成功者 就是你这一生没有实修实证 你丢失了生命的实相 去贪着以财的追求 色物质界的物质的追求 这个对虚明的一个追求 对吃什么喝什么的一种追求 对这个懒惰 贪恋 贪恋 贪恋睡眠的追求 这个叫财色 明失睡的追求 你如果此生只是追求 这五样 传统称为 地狱五条根 你往这个方向追求 最后你的生命体 是个破体 把自己体内的道光 得明的能量 都会耗散殆尽 最后成了一点光 没有的一个黑体 最后堕落到地狱里去了 地狱是六道中最底层的 这样一个空间 因为你里面一点光没有了 纯黑了 只能到这样一个黑的空间中 去生存 叫清清者上身为天 着重者下降为地 你比地还着重 你就只能在地里面去生存 这就叫地狱 古代是这些名词概念 都是对你这个生命体内 允洁的能量 允洁的光明的量极 进行了一个特殊的描述 看到了石像之后 定出的名称 那么恶鬼道比地狱稍微好一点 畜生道比恶鬼道又好一点 那么人道是一半阴一半阳 阿修罗道是阴少阳多 但是阳里面掺杂着称恨些 到天道 阳比较偏多一点 分成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总共十八重天 这是古代圣贤 无论东西方圣贤 无论佛家 道家 还是耶稣基督们 那么还是其他的 包括孔子的学问 都是对六道生死轮回 进行描述的大学问 包括这个世界 我们研究世界各本地宗教 本土宗教 得以延传几千年的这种宗教 他们里面都是对生死轮回 这个实相的描述 那么提示人们 只要你活着 你就完成一个 静明不坏身的修炼 然后可以从自己的壳子里 偷出一个金刚宝身 获得永生 这是什么 这是生命实相 但是如果没得到这样的教育 没得到这样的老师的引导 自己没有掌握好 全套的技术方法 因为这里面要有一个次第的 全套的技术方法 才能确保你利用一生 把自己的身体炼成光明身 炼成金刚不坏身 实际上这是人活着 从出生到生命终了 唯一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什么业余的事情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 都因为财色明失税的追求 然后误入歧途 而丢失了生命真相 所以是浪费了大部分时间 在没有用的事情上 而在真正有用的 生命的解脱 这样的一件大事情上面 没有用时间 没有下苦功 所以最后导致你死的时候 你是没有完成 金刚 无量光身的修炼 那这样必然有一个 六道生死的轮回 在我们之前死了很多人 这里面有我们认识的 有我们不认识的 那么有我们的历代祖先 有我们过去七世的父母 那么这些人中 真正成道的 真正成就金刚身的 到底有多少 可以说修道者多入牛毛 成道者凤毛拎脚 何况今天是 不修道者多入牛毛 修道者已经是凤毛拎脚了 那成道者 那更少的稀有可见了 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堕落 人类完全丢失了 自己生命的真相的追求 追求一些死后没有用的东西 你死后的财 物质 色 你的名誉 你的人间睡眠的享受 懒惰的享受 你吃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场空 都带不走 吃的东西不要说你一生吃的带不走 你几天前面吃的都拉出去了 更是没有用了 这是人类为这些没有用的追求 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耗尽了时间 耗尽了自己的钱财 这是一种堕落 所以我们利用清明节 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人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明白人 就要为这些没成功的人 做一些事情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历代祖先 有我们过去的生生世世的父母 他们今天都以朋友 亲戚 兄弟姐妹 儿女的这个形态 转世轮回在我们身边 所以我们有这个义务 有这个责任 来帮助这些众生 获得解脱 只有这些众生都获得解脱了 我们才能够这一世 完成生命的结果 变成出生死轮回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肉体 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细胞 是形成肝脏 心脏肺脏的 这个基本物质 细胞里面 有细胞核 细胞核里面有染色体 染色体里面有 DNA 是基因决定了细胞 细胞决定了脏腑 脏腑决定了身体的健康 但是在这个基因中 在这个DNA中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 每一种生命的生命 实际一半都来自父系 一半来自母系 没有一个例外 这叫阴阳合体 那么在植物 在花草 在水果 它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来自一个阴阳的匹配 一半阴一半阳 那么一半来自父系 一半来自母系 人体更是这个样的 所以我们要想自己 使自己这个肉体 变成一个透明的身体 那你非得要 使自己的细胞透明 你的细胞 如果要想光化到无量光 你非得要把基因光化 基因中有什么 基因的两个简基 它有ATCG四种简基 四种简基 它在配对的过程中 这个阴和阳进行放光的时候 中间粘着着一些物质 这个在简基配对中 这个粘合着一些物质 这里面有什么呢 有这个黑子 有白子 有真子 黑子是业力 是一个全息的录影带 如果把这个黑子展开的时候 是我们过去七世 或者更远的时代 或者是我们的历代祖先 过去七世的父母和历代祖先 他们造作的业障 变成的全息 储存 在我们的基因中 变成一种黑子储存 当你把这个黑子展开 它就是一个录影带 看人家怎么对你的怨恨 你因为杀到阴云王 愚斥 伤害到人家 人家恨难平 那这种对你的怨恨 那么高度奴缩成黑子 就储存在你的DNA中 那么一点白子是善 善的记忆 善的储存 这同样来自你自己 今生父母的九族 以及过去七世父母 七世父母的九族 甚至更久远的 无时节生死轮回中的储存 但无论黑子白子 都是阴阳不能放光 这黑白子都要把它变成真子 就是光明子光子 光子是透明的 无色的 没有黑没有白 里面是纯净透明的 只有是简机中的 连接的这个颗粒子 都变成透明的光子的时候 那你的整个基因 链条就完全变成了 无量光的光子 基因 由此基因生出的细胞 是无量光的 由细胞生成的器官 是无量光的 由细胞组合的骨头 组合的体内的 所有的组织器官 包括你的头发都是基因 组合出来的细胞组合的 那它就都变成无量光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清明节 不但自己要顺着天地的清明 使自己清明起来 还要使自己的祖先清明起来 所以我们要给祖先一把火 给祖先一点光 给祖先传述能量给他们 使他们能够站得起来 有充足的精力 气力 神力 使自己也打到清且明起来 也做一个觉醒的众生 那这就是清明节的意义 天地清明了 人清明了 万物清明了 列祖列宗 过去七世父母 和你有缘的所有的 依附在你的DNA中的众生 内外皆光明 内外皆清明 这是清明节的重大意义所在 今天只是以为上个坟 扫个墓就完事了 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 它关乎到我们的生命 此生能否究竟的变成无量光 能否实现此生生命的终极目的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节气 所以是它不仅叫鬼节 你可以成为一个神明节 不但鬼神要明 神要明 人要明 天地明 万物明 大明忠实 六要皆阳 如何使自己的人体 生命体 带着所有的祖先 带着过去七世的父母 带着自己的所有的 这个基因中的内众生 和自己有缘的外众生 都神明起来 都清明起来 这是清明节 我们人恒顺时空场 恒顺天地 这个的清明 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叫什么 事半功倍 因为天地 这巨大的 这个天地 这个大宇宙 身外的大宇宙 都在清明了 我们就可以用很少的气力 去相应 也就清明了 这就好比我们是一块海绵 你要自己拥有水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是现在天地间都是满满的水 你把自己放进去 打开你的毛孔 打开你的这个心胸 身心灵 然后和天地相应 那么天地就全部的 筋在你的这个海绵体里面了 所以大家要舒展心情 要打开自己的毛孔 打开五脏 打开自己的身心灵 和天地的这个清明去相应 这是清明节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仅仅是上上坟 手手指 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那么 当然了 这个我们的这个列祖列宗也好 那么 我们这个所有相应的 有缘众生也好 他们在生命 解脱的时候 并没有完成这个六遥皆阳 大明中史的 这一个清且明的 一个生命过程 所以是他们需要我们活着的人 帮他们一把 这就是清明节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并且最好是做一个全套的 如理如法的去做一个全套的事情 而不是丢一望三 或者是丢了这个望了那个 最好是应当做的 全部都做 除了大家要自修自证 是自己的道场 在清明这前十天 后十天 加清明节的当天 这二十一天里面 能够恒定的燃烧自己的炉火 恒定的燃烧自己的胸腔的心灯 恒定的长泉西天月 这个利用三七二十一的三生万物的三个七 天地的先天数 使自己保持这一年的清且明 这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同时 把我们基因中的黑子 白子都释放出来 使它光明化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程 一个实用技术 所以说我们呢 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清明法会 清明超度 清明的火供 这样三个大环节 包括祭祖 清明祭祖 包括清明的供养 这五大环节 来帮助大家全息的 全方位的 无以遗漏的 去完成 这个清明时灵 清明时空 我们应当为自己的身心灵所做的事情 大家要重视清明节 一要重视祭祖 为什么要祭奠自己的祖先 过去的九族 过去七世父母 及七世父母的九族 我们今年开始 在这个祭祀堂 我们的万幸祠堂 这个安礼 过去七世父母 及七世父母的 这个九族的神位 祭祀牌 之前很多人立了这个四姓 祭祖的 这是你今生父母 和今生父母相关的九族 那么我们今天已经布置了 就是开启一个 增加一个过去七世父母 去七世父母九族的祭祀牌 永世 永远祭祀在我们的祠堂里 那么同时呢 我们利用七天的祭祖 我们利用七天的祭祖 作为一个专祭 设立了这个尊道习和贵德习 给大家提供方便 回想功德给自己的过去七世父母 以及这个今生父母的九族 这个之前相关的课程给大家都讲了 这个我们体内的这个基因 它是在我们的心的外层和我们此生紧密相关的 实际上是包着八重罗网 你叫它关系网也好 实际上我们称之为罗网或者幻化网 那么这个第一层就是你出生的时候 你有你的父母给你带来的这一层关系网 等你这个开始上学以后 有小朋友同学网 有了这个工作之后的同事网 社会交往网 这个兄弟姐妹网 叠加成的这些关系 组成的关系网 实际上是围绕着你的灵的外层 最先展现的是今生的这一层罗网 实际上上一世 你有同样一张网 包裹在这个网的外层 再上一世还有一张网 所以是和我们此生紧密相关 通过我们第八阿拉耶使 经常作用我们的九宫心中的 这个罗网总共外层 外面是八层 这就包括了今生父母 过去七世父母 那么以及九族 那么当然在外层还有更多的 无始节生死轮回的每一张网 包裹着你的心 那么这个大家要重视 那么我们发现 古代为什么重视祭祀九族 原来在九族的这个 给我们今生的影响 它是九的九次方 它可以产生八十一倍的力量 什么意思 如果九族那里有一点恶 到你这一代 它就是八十一倍的恶 也就是原来是一个 小黑点的恶 现在可能变成一座大山的恶 如果祖先给你留了一点善 然后就是八十一倍的善 所以我们在研究 这个基因遗传这个方面 我们通过这个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 发现了秘密 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就是从第一代到第二代 是次方级的影响 第一代有一点善 到第二代变成二的二次方 到第三代变成三的三次方 到第四代四的四次方 到第九代九的九次方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连关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祭祀九族 为什么要回向功德给九族 这个道理刚才讲了 你祭祀九族 请九族来到这个法会现场 祭祀现场 同修共证 他释放了一点黑子 你这儿就少了一座大山 一个障碍你的大山的恶音就不见了 你就开始变得事事顺利了 那么你回向一点功德 到九族那儿去 你自己今生做了一点功德 你自己hold着 你自己占有着 你不肯回向 那你就是一个功德 如果你把这一个功德回向给九族 九族得到了这一点善 你这里就变成八十一倍的善 不但你要回向给你的九族 我们还要回向给 普切回向 给法界一切有缘众生 无量界生死轮回的众生 你像你把这些善给了 九远以前的有缘众生 到你这儿就得了无量海一样的福报 福德 所以这就是佛门讲究 这就是佛门远向的秘密所在 那么至少我们利用清明十节的祭祖 七天祭祖 我们要完成九代 九族的回馈 变成八十一倍的力量 当然呢 这个逢九为最大数 到下面又变成一了 这是宇宙的全息结构 这将来相关的场合再给大家细讲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这个 我们的清明节的祭祖 我们有七天的祭祖 有尊道贵德的祭祖 那么今年的清明节 刚才也跟团队商量了一下 特别的对于没有在祭祖堂 万幸祠堂 设立这个祖先牌位 设立自己的这个家族 共司地的 祭祀地的这样的一些大众 我们给一个特别的优惠 具体的细节 你们跟工作人员去联系 就鼓励大家 把自己的祖先 把自己这个历代祖先 过去七十父母就共同起来 因为我们的祭祀堂是个道场 有二十四小时的香火 有二十四小时的修炼的一些内容 那么实际上请他们来 跟在家里你祭祀是不同的 是在这修道 通过他们的修道释放的业力 你这就少了很多的障碍 这个我们有大量的案例 大家可以跟工作人员去了解 这些感应的事迹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清明的一个重要项目之一 清明节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 就是这个亡灵超度 这个世界现在变得是一个动荡的一个世界 因为瘟疫死的 阳性能量 这个阳性能量 这个阳性能量 他这个因为带着阳性能量 所以他不能下去阎王殿 得到安排他的六道轮回 因为阎王殿是阴间 大家通过这个老人都知道 那叫阴间 阴间他就永不得阳 这就像一个油锅里面的一滴水 抵近一滴水就爆炸了 所以说那么他的阳 不消耗光之后 他是不能够进去六道生死轮回 连六道生死轮回的资格都没有 那这八难横死的众生就特别的痛苦 为什么 他每七天要再死一次 当时他是怎么死的 比方说瘟疫憋死的 他就要再被憋死一次 那个痛苦是极难受的 所以他们就生活在一种叫恶鬼道 恶是凶恶的恶 不是饥饿的恶 饥饿的恶鬼道 是六道轮回中的一道 这个凶恶的恶鬼道 他们连去恶鬼道都去不了 他们只能在阴和阳 阴间和阳间 中间有一个很小的夹缝中生存 并且这里面是恶鬼当家 谁凶恶谁霸道 谁在恶鬼道中称王 有点像黑社会老大 没有法律 没有这个人管理 所以他们受尽折磨 受尽痛苦 所以我们每次的大法会 都有替亡灵超度 你的亲人 你的这个父辈儿 如果是非时而死的 都应该替他们立一个亡灵超度牌 给一个 这个资格亡灵超度的这个黄牌 还有冤心这种超度的这个黄牌 它是一个资格证书 也就是说有人给他们办了这个功德 他们有这个资格在这个法会享受 法会回馈的功德和力量 如果功德和力量够了 他们就可以从八难横死的恶鬼道 去阴间阎王殿去报道 按照他们因果的关系 去生死轮回来 王灵超度不是超到极乐世界了 是给他们一个六道生死轮回的机会 这个要搞清楚 那么我们人体有三魂七魄 人死之后三魂 其中一个天魂叫爽灵 那么它是回归这个北斗七星 指向的北极星那个方向 那个时空中回归天 然后这个爽灵是我们的地魂 人死之后 他按照正常的死亡的人 他要去阴间找阎王爷报道 然后去生死轮回 那么还有一个幽精 他是在我们的尸骨上面 骨灰上面 一致做守尸鬼 看着这个骨头 看着这个骨灰 直到你下一世转世之后 你如果修炼 或者是未来哪一世你修炼 你变成像磁铁一样 可以吸贴钉一样的一个能量场的时候 那它可以被你的能量场 吸附到你的光中 灵光中 变成你圆满灵光中的一个光点 那那个骨就没有用了 那个骨灰就没有用了 否则借着骨灰 借着尸骨 我们过世的亲人 还有一个幽精 一个守尸鬼 在我们这个生死 在我们的同步空间中生活着 所以说我们除了这个正常的祭祀 祭祖堂的祭祀 那么它主要是供奉的这些亡灵的幽精 使他们能受香火 能听经 能修炼 反馈能量 给他的下意识的生命体 那么另外他们也不至于到处的去流浪 受恶 挨动 然后没有一个皈依处 所以是之前他们只能在这个骨灰上面 灵骨上面 那现在有一个更好的地方 它可以修炼 我们的幽精有两个 有一个叫幽 一个叫精 你们知道精神 精神 这个精它有非 有这个神祖通的功能 这个叫神主 然后那么幽 就只能在骨和灵骨上面 所以是扫墓是必须的 你要到这个灵骨所在的地方 骨灰所在的地方去祭祀 去祭祀 这是清明扫墓的来历 家里设神主牌 二十四小时 这个每一个月 每一天去供奉自己的神主 祖先的神主 亡灵的神主 那这是必须的 那现代人没有这个条件 不能够在家里设神主牌 更没有条件 每天去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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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才发心成立了万幸祠祷 以前是按照一个姓氏 设家族祠祷 我们现在地球村 我们开放给大家设立万幸祠祷 有缘人 有缘人都可以在这里为祖先 为亡灵 设一个牌位 设一个神主位 让他们再修炼 那么我们在清明这个节灵 我们还要给亡灵布施 布施金纸银纸 布施一箱一包 这给我们的九族 给过去七世父母 七世父母的九族 要使他们保暖 使他们有衣穿 使他们能过上复归的日子 他们是以另外的身 另外的形态 真实存在在时空中的 今天量子科学家 发现了物质的三种属性 物质的一种属性是粒子 物质的第二种属性 叫玻璃二向性 是波动 也就是场性 那么第三属性 在这个场性中 有信息含量 那么我们称之为意识 也就是量子会思维 有意识功能 有思维功能 这就是鬼的念头 我们经常说 这个家伙 鬼点子很多 实际上鬼 他会念性 鬼会思维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人死以后 有灵骨 有骨灰在 那就有物质在 有物质在 它就有个 有物质组合的 阴性场在 这个阴性场 就是它的身体 那阴性场里面 它还有念头 这就是鬼点子 鬼点子 当我们的王者 能够拿到你的金盐 拿到你的供应物 供养物的时候 他在那边过的 就是一个富贵的日子 那他通过量子纠缠 你身上都有祖先的东西 有过去七世父母的东西 那么通过量子纠缠 纠缠到你这儿 他富贵 你就同步富贵了 他贫困 你就同步贫困了 那么并且 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空间 我们需要祖先 给我们一个 一个support 一个支持 一个支撑力 也就是列祖列宗的加持力 忽悠力 他可以忽悠你多子多生 忽悠你大富大贵 因为你这个过世的亲人 是数不清楚的这么多 那么你因为祭祀他们 因为孝道中的 按这个既日以时 你奉行了这个规则 照顾到他们 所以他们在另一种空间 集合力量来帮助你 他可以使你免于瘟疫的清晰 因为他是阴灵 他在另一个空间 他可以结成一个场 或使他的子孙 不被这些瘟神 瘟疫所作践 不被恶鬼所作践 因为他是鬼神 他有力量和鬼塔交道 有神通 鬼都有神祖通 有五眼六通 除了漏进通的第六通 他没有 五通他都有 他能看见 他能交往 他能沟通 所以是 大家如果是 想这一生过好日子 大富大贵 想自己多子多生 想自己顺顺利利 那你一定要把这根线结上 通过这个祭祀 通过这个 在清明节 给他们奉险供养物 把这个祖先 加持你 护持你 这么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群体 在保护着你 在推动着你的这个力量 接过来 这个孝道 这个祭祀 是孝道中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技术方法 那实际这是古代 列祖列宗对我们的爱护 传递给我们这个方法 你只要祭祀 我们就在纠缠 你纠缠 你一个人跟九族这么多祖先纠缠 那么他给你的力量 那就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所以大家要懂得 这是中华文化 根部文化 对我们这个 活着的人的 一种最好的一种 suppose 最好的一种支持力 一种力量 这种无形的力量 这种鬼神的力量 是十分巨大的 何况你的很多九族 也可能成为了神仙 这个出了六道轮回 也可能在天界做大官 做天地 做天子 做天神 有在地界做地神的 有在人间做人仙的 人神的 那这个你跟他们纠缠 连通 你这个力量不是更大了吗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是一门高科技 一种技术方法 它不是说你信子灵 不信子不灵 你只要真做它一定灵 所以这些道理 我们今天在开始中 不能讲太多 希望你们听 三魂七魄的课程 这时候呢 我准备把三魂七魄 用十堂课 三魂 每一魂讲一堂课 它叫什么名字 它怎么来的 它的作用 七魄 每一魂给你们讲一堂课 大概每一堂课都要三个小时 那么让你们深刻了解 三魂七魄的作用力 和影响力 死后的影响 活着的影响 你未来生的影响 让大家深刻地认知 这些生命的真相 生命的实相 但是清明节 我们的祭祀 我们的法会 主要来自这儿 那么我们为什么通过法会 来做这些事情 刚才说 每个人能燃烧自己的时候 你就成了一个小道场 你的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燃起来 你就成了一个道场 那么一个小道场 再加一个小道场 我们通过法会 你们这些信仰者 真信者 燃着自己的颅脑腔 燃着自己的胸腔 燃着自己的下腹腔 那么我们在全世界 这次清明 可能有上千人 会通过视群连线 来做这个法会 那么我们在全世界 就有上千个小道场 有上千个小道场 经过师父的解界 组合 最后变成了 整个地球 变成了一个大道场 在这个大道场中 所做的功德 就是不是你一个小道场 所做的那点小功德 它就变成无量功德 变成无量光 不单利益地球 还会利益太阳系 利益银河系 利益我们一百四十一年的宇宙 利益我们的无量法界 三千个大千世界 整个法界 那以这个 我们同步你自己做 只是一个小功德 这样大家联合成一个大场座 你就变成了三千个大千世界里 和众生有缘的大功德 这个力量大 所以大家要在这样的一个 联合自己 联合历代祖先 联合自己的冤亲债主 联合自己过去七世的父母 七世父母的九族 以及所有的有缘的众生 一起 集合他们的道场 变成一个大道场 变成一个法界道场 我们一起来做 这个功德就十分巨大 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 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 回向给我们的兄弟姐妹 回向给所有有缘众生 那么得到的都是无量福报 无乱功德 都是无量光 所以说我们呢 清明一定要举办一个 如理如法的法会 那么在这个法会上 我们超度自己的冤亲债主 超度父母的冤亲债主 超度父母九族的冤亲债主 超度七世父母 七世父母九族的冤亲债主 那么还有无私孤魂 八难横死的亡灵 可怜的英灵 还有这次有人发现 要超度这个病毒 它也是众生之一 那么还有这个 无量世界的所有众生 包括蚂蚁蚊虫 海陆空 所有的众生 我们都要超度 发如是大愿 发如是大心 做如是大功德 这是我们清明 要借助法会才能完成的 所以是我们有很多的供养物 大家可以去看相关的介绍 这个有送给祖先的 送给这个过去七世父母的 还有给地主 给城皇 给这个天界众神明 护法的 体内众生的 这个所有的这些一箱一包 功德 我们还会是放弥陀法船 弥陀法船的这个承载力很厉害 这个之前他们用的 这个都体验到了 弥陀法船一旦招了所有的这个 众生上法船的时候 那个法船比之前重了很多 手感都可以体验到 那就证明这都是物质的 释迦牟尼告诉我们 要重视物质的修炼 物质的放光 物质的度化 要在于物也 而不是只有一个发心就完事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精明法会 有这样的几个项目 一个是过去七世父母 及七世父母的九族的超度 这个超度包括了 有的是八难横死的去超度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他们在三恶道中的超拔 有的不小心在恶鬼道了 畜生道 地狱道了 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法会功德的回向 请他们一起来做这个功德来参加法会 那么打开时空场可以邀请到 那么使他们能够从三恶道中超拔 那么还有今生的九族 还有我们自己的冤亲债主 和所有众生的冤亲债主 那么还有亡灵超度 这个是我们在法会期间要做的 那么还有消灾祈福 因为我们做法会的时候 诸佛菩萨呢 在成道者 他们获得永久金刚身 永生的这些师父们 我们都叫师父 都值得我们学习 那么无论佛家 道家 耶稣们 还是孔子们 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各宗教的大圣者们 那么成道者都会离邻这个时空 受邀请 那么他可以加持我们所有的连线圣众 获得这个赐福 同时所愿都得满足 大悲观世音说了 这个所有的有求必应 感应道教等等的 所有的圣者 都是充满着大慈大悲的 所以在这样的时空中 你可以得到利益 那祈福可以消自己的灾 可以为孩子升学 自己的事业 那么人类的这个吉祥 所有的你要祈福的事情 都可以祈福 也可以通过火公墓祈福 那么这次这个世界连线 你们远在其他地方的 这个可以通过这个新加坡这个道场的信众 帮助你们写火公墓 也是可以起到很大的利益的 另外就是供养配套 这里面有供养所有圣众的 就是圣众就是这个各家修炼成道的师父们的 和他们皆善缘 那么还有这个家宅土地 所有土地的城皇及眷属的 那么还有给祖先的这个百宝箱 金条银条 那么冤亲在祖的百宝箱 弥陀法传 九族的礼箱 过去七世父母和过去七世父母的 列祖列宗的礼箱 那么还有这个王者的一箱一包 男女一箱一包 这个最后呢 我们是举行一个殊胜的火供 殊胜的火供 通过这个火供 把有形物化成无形物 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神光化变 可以使这个少量的东西 变成无量的这个法界物 供养法界友情 做无量的功德 那么还有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七天七祖 这个我们清明节 大家就是 说这一天我们会给大家 做一个相应的法会 通过这个视频连线 大家一定要如理如法的去做 那么在北美地区的 我们会安排你们相应的时间来做 不必要这个 起早贪晚的和我们这相合 这个根据时间空间 我们跟你们同步的来完成 这样一个殊胜的清明法会 那么这个 今年的情况特殊 所以是有一些国家已经进入了这个 居家令 不能够除了买菜不能出门 那你可以委托新加坡这里的 同修们帮你烧 帮你做 这个我们都有两手的准备 一定是今年的这个清明法会 这个不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这个能够顺利的圆满的做好 我们要有智慧 那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对得起我们的七世父母 那么一定把这个祭祖和法会 我们做到圆满 这个上面呢就是 我关于清明节的一些开始 那么这里面很多的内容 有待于今后大家在课程中 细细地去学习 这是一门生命学 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一生去探讨 学习 活到老 学到老 练到老 最后完成生命的终极目的 而不应这样昏头昏脑地活着 所以是这次呢 开始呢 我们大概就利用这点时间 跟大家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的聆听 希望大家重视 踊跃地参加这个清明法会 好 谢谢大家